我是瑞幸一母田的阿欣 现在要来分享南瓜种子育苗的方法 这是从种子到成长23天的情形 有车轮型的举导之法南瓜 以及奶油南瓜 先用卫生纸加一点水 观察种子发芽的情形 它先从肩部长根 再长出纸叶 大约花了三至五天 这两片纸叶最后会萎缩掉 再长出来的叶子才是本叶 所以底下是两片纸叶 它不会再长大 以后会萎缩掉 现在正式在土地上疫苗 先挖洞约30公分深 把土搅拌松软 这样种子比较容易生长 加上两把的培养土 种三至五颗 种三至五颗饱满的种子 把尖的部分朝下 不要太深 以地齐平就可以 种子可以先泡水 二至六小时 浇上水 全部把它浇湿透了 盖上叶子 避免水分被晒干 四天之后 种子已经开始冒芽了 开始在浇水 开始在浇水 并遮阴 八天之后 留两颗最健壮的 其余的都把它剪掉 其余的都把它剪掉 十二天之后 留下一颗最好的 开始浇灌五百倍的 亚鳞酸甲稀释液 让南瓜较有抗病能力 南瓜的疫苗 首先要留健康 强壮的种子 多益几颗种子 再留下最强壮的种粮 以后长大结果的 距离就高很多 分享到此 谢谢